22号下午,中国大陆贵州省,天空突然出现不明坠落雾 巨大圆柱体的尾巴冒着橘黄色烟雾 掉落地面时传出巨大爆炸声响 现场还飘散刺鼻气味,吓得民众四处奔逃 原来是当天下午三点,从隔壁四川省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发射的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 将中法合作开发的卫星顺利送上太空后 推进其落点没算准,引发一阵虚惊 但这已经不是第一次 中美太空竞争如火如荼 美国从2011年开始禁止NASA与大陆合作 因此大陆跟欧洲在太空领域的交流日趋密切 像是这次嫦娥六号搭载了法国的氮气探测仪 欧洲太空总署的月表负离子分析仪 雷射角反射镜来自意大利 而且创下许多历史记录 让美国更加忌惮 中国国旗已经矗立在月球表面 下一个目标是打造月球基地 并在2030年前把中国太空人送上月球 TV别新闻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F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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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Тут 感谢观看